旗子一路拉牛上述,暂时短线还是一浪高于一浪,不过反反复复之间,感觉上却像两万七千点已经见了了力 其实不应该跟车太贴,假如转过头旗子又冲破两万七千点的话,便又回复声势,而现时和两万七千点之间的距离,根本不够百分之一,由于衍生工具性行的关系,绝大部分活跃于股市的散户 就是这样日日被百分之一左右的波幅牵动情绪,上得擂台就要挨得打,不断斩元再拨过,有来有往虽然不易赢大钱,至少会增进经验,技术成熟要有小成亦未必太难 大技士搬龙门,不断将投行位移动,结果只会赢粒堂书间厂,短炒从来不是问题,个人认为甚至是投资者应该必经的木人汉 可是一旦怕痛,不想承认个别战役的成败,就只会断送自己的前途,落得初陀岁月的结果 这一点绝对要小心,投机一定是难,否则全民街炒无人老老实实上工 相对上,比较容易的方法依然是持有优质资产等公司成长 经过最近两个几月,美股最后一脚恐慌性抛售原本 情绪应该已经平复,就算不是太牛,至少也不会太悲 市场会重视哪些优质公司的价值,敲低位买,也不会胡乱赠卖 不妨参考相对表现,在一跌一旦之间,不同股票的走势极之参差 哪些率先復原,逼近高位的公司,便是淘汰赛中的生还者 就算不急于入市,也要制造一张清单 一旦又有宏观事件触发市场悲观情绪,便可以有清晰目标 但估计届时也不会特别便宜